嘎嘞汤店还没下班呢 我去喝碗嘎嘞汤 哎 有没吃的吗 你没吃啊 回家自个吃去 赶名啊 赶名请你们吃饭 哎呀 来碗嘎嘞汤 哎呀 来一碗嘎嘞汤 嘎嘞汤 二姑父 哎 小倩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呢 二姑父 这不到年根底下了吗 大家都在加班 所以啊 到这吃饭的人特别多 我也说了 把营业时间往后延一延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你这样做生意就对了 这样才能生意兴隆 对啊 二姑父 你们公司那大美女赵铁丹 刚吃完饭 回公司又加班去了 啊 丹丹刚才在这吃饭的 哎呀 忘记这我就问你 我们公司的丹丹 漂亮不漂亮 好看 真好看 我跟你说 那丫头 不光好看 人家心眼还好 任劳任怨 我们公司加班加点就是她 好好向她学习啊 好嘞 好嘞 对了 二姑父 你不是出差了吗 你是不是知道赵铁丹今天过生日 特意赶回来 给她个惊喜的呀 难道 我今天这个飞机大雾 取消了 哎 等会儿 你咋知道是丹丹的生日呢 啊 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啊 有人来个电话 说祝他生日快乐 哎 对了 啊 打电话那人是你不 你瞎点去 别瞎说 你真好邻居们听听 以为我是啥人呢 不是我 不是不是 哦 今天真是丹丹的生日啊 对啊 你看看 人家孩子为了咱公司加班加点 生日都没过 你说咱这当老板的 哎呀 这么的 小倩啊 哎 来 这有三百块钱 给你 给我的啊 一碗嘎嘴汤用不了这些钱 什么玩意儿 我喝嘎嘴汤从来都是赦账 那顶账吧 那就 你顶什么账 我跟你说 去买个生日蛋糕 给丹丹送过去 让他过个生日 好嘞 给我二姑父哥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了 这事能操操吗 你知道街坊邻居们听见不得误会啊 街坊邻居们一听见不得给二米粒说啊 二米粒跟我 把我两条腿打折了 你伺候我啊 是啊 二姑父 那我嘴不言呢 我二姑一问我肯定说啊 我跟你说 王小倩 这事很严重 跟谁都不能说 知道不 行 我知道了 去吧 哎 哎 等会儿 啊 干啥去啊 小倩 我二姑父 让我给赵铁丹买生日蛋糕去啊 你这个嘴是不言 刚跟你说的 不能说嘛 是不是你问的我嘛 我问的也不能说 记住没 啊 我知道了 打死也不说呗 打不死也不能说 打死打不死都不说 是不是 都不能说 我知道了 干啥去 我不知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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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啊 我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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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帆 哎 哎 媳婦 你你你不出差了吗 啊 那个 大雾航班取消了 哈哈哈哈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我想跟你打电话没电了你看 那你咋不直接回家呢 我饿了想喝碗嘎唐汤 你先回去吧 一会我就回去了 哎哎哎 老年我刚好啊 二姑夫 你让我订你蛋糕 我给你买回来了 二姑夫 哎呀 二姑夫 行啊 前世帆啊 不是喝碗嘎唐汤吗 啊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啊 小倩我说啥来着 你二姑就是多疑 哎呀 亏了你在这 哈哈哈哈 媳婦啊 是这么回事 嗯 刚才我这不进来喝碗嘎唐汤吗 小倩说呀 今天是咱们公司赵铁丹丹丹丹的生日 我就掏了点钱 让他买了个蛋糕 给他过个生日 哈哈哈哈 前世帆 哎 你要跟我撒谎 你可想好了下场 我跟你撒啥谎啊 小倩刚买回来的 你问问他不就完了吗 你还真是 茜啊 跟二姑说实话 这蛋糕给谁买的呀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小倩 你咋不知道呢 刚让你买的 你跟你二姑说实话 快点 我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王小倩啊 前顺翻 你给我闭嘴 哎 你给我闭嘴 人王小倩不知道 你让人知道什么呀 啊 你告诉我知道什么 我发现你现在演技是越来越高了 啊 哎呀 出差 飞机碗点 喝嘎唐汤 然后买蛋糕 被我撞上了 往人赵铁丹身上推 各位 有意思吗 我不是 我今儿跟赵铁丹在一块工作一天 他怎么没跟我说他过生日呢 人家 哎 我告诉你 前顺翻 你现在就跟我讲的没有用的 王小倩 你这时候你得说实话呀 你老让王小倩说什么实话呢 打死打死我都要让人说话呀 真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这干啥呢这是 他姐夫 咋的了 前顺翻他又跟我撒谎了 啊 他给别的女的买蛋糕 啥呀 哎呀 没事没事 有你大姐夫的啊 是不是 大姐夫 太不瞎话 你干什么玩意你 一天大晚上老说瞎话 你这是什么玩意 二米对你多好啊 你这 二米 踢他 哎呀 踢他 哎呀 别别别 行吧 这事你听我解释 谁呀 大姐夫你听我解释大姐夫 不是 解释什么 我跟你说解释 二米 来 二米 没事 放心有我呢 有我呢 我收我这 干什么玩意 哎呀 这么做你堆得起人 二米 别生气 大姐夫啊 情况是这样的 怎么的 我的飞机啊 因为大雾取消了 我就来这喝了碗嘎子汤 王小倩说啊 今天是我们公司照铁丹 丹丹丹你见过的呀 他的生日 我于是我于是就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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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小倩给丹丹买了个生日蛋糕就这点事 顺风啊 哎你下回编瞎话的时候能不能编个高级点啊啊怎么用赵铁丹呢 我真没说瞎话 哎呀我的妈呀还没就没照照铁丹吧这回 不是不是这么讲这么讲 干什么 我对灯发誓 你闭嘴 哎 你千万不能对灯发誓 你上次发了一个誓咱小区停电半天 我要是撒一句谎天杂五雷红 你闭嘴 你上次发了这个誓以后咱那连续下了好几天暴雨 那好吧 我以钱顺风的名誉 你拉倒吧你还有啥名誉 大姐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这么点 你给赵铁丹打个电话 你问问他今天是不是他生日 哎呀马钱顺风你以为我不敢打呀 来把电话号把告诉我 139-645-59488 我可按了 打 打 哎呦 我就是这回倒不想说瞎话 你真没说瞎话 我说的是实话大姐夫 你说实话你就跟二米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谁知道呢 我说实话他不信呢 谁让你老说瞎话呢 你看他们的造型 大姐夫 今天我是过不去了 我跟说你替我扛一下吧 你以后你还说不说瞎话 我不说了 大姐夫求求你了 你替我扛一下 我给你扛一下 扛一下 每次出事我都替你扛 求你了 哎 我大姐夫一声叹息 证明他可以替我扛了 这是 大姐夫 你说我怎么替你扛啊 我现在跟他说蛋糕是这个事 他也不相信呢 不是 三百六十五天你都替我扛下来了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不替我扛 街坊邻居们你们答应不答应 我给你扛 你这怎么给你扛啊 我说蛋糕 那我给你奶的 行了行了行了 倒着眼睛给你买买买 啊 我买的 你给谁买的 给爸 咱爸今儿不过生日 妈 咱妈今天也不过生日 大姐 我大姐今天也不过生日 大姑父 我也不过生日 你别 钱世芬 我不过生日 我过什么生日 我过生日他能不知道吗 知道你不过生日 不过生日 你教的啥你不过生日 你不过生日 谁过生日买蛋糕 你不是有个钱女友吗 王美丽啊 王美丽 我给我钱女友买个蛋糕 过个生日 怎么的 不合理啊 合理 合理 不是这倒挺合理 但是大姐夫 你不怕我大姐熟你啊 来来来 二米来来 你过来 二姑你坐 给今天大姐夫 跟你们郑重说个事啊 对 这事 谁也不许跟你大姐说 听见没 你这要出事以后 可不得了 听见没 别说 对对不能说 那我是我大姐 我大姐的事 我告诉你啊 二米 主要是你这张嘴 你不能说 明白不 你这嘴有名 你知道啥事 全小区全知道了 告诉你啊 这事不能说 万一我给你大姐吵起来 咋整 你负责吗 对 不能说 万一我大姑来了呢 对呀 这会儿啊 不能 这时候他已经在床上打呼噜了 好 不是大姐 不过我就纳闷了 哎呀 你为什么今天非要给那王美丽过生日呢 这个 二米啊 这里边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啊 哎呦 还有个故事呢 你讲一讲 我学学 你学什么 你学点好 你坐这儿 别说话了 这个动人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 钢子 钢子 啥动人故事 给我讲讲呗 啥故事 那个 那个故事讲完了 我先走了 哎 钢子 钢子 你现在走啊 我别走 你不能走 你走了 我怎么解释 你现在不走 啥呀钢子 不是 大米啊 你这时候不应该打呼噜吗 你怎么来了呢 打呼噜啊 今天超市加班 我饿了来喝口鸽子汤 那钢子 啥故事坐着 来给我讲讲 我还没听着呢 快快快 讲讲讲 我也没听着呢 来来来 对 大姐夫 来 把这个故事深情的 讲出来 那个动人的故事是 是这样的 说动人嘛 故事是 今天我干了一天活 从早上干到晚上 我就一口饭没吃 到晚上我加班 我饿得实在是 挺不住了 太饿了 我就想我 我得吃碗嘎子汤啊 我就爬着就来到嘎子汤店 感人不 动人不 不动人 不动人吗 我都爬着来到现在 我连饭都没吃 嘎子汤啊 刚啊 太感人了 刚啊 你吓我一跳 哪儿感人呢 他还没吃到嘎子汤呢 我怕你泪点咋那么低呢 来我跟你讲 那感人的故事啊 就是我大姐夫呢 要给他婚前女友王美丽 过个生日 然后非常深情地买了个蛋糕 准备在这个嘎子汤店那 深情地给王美丽过生日 感人不 赵刚啊 加班是吧 加班给王美丽过生日是吧 你告诉我 王美丽什么时候来 我就在这儿等着我 半米啊 二米啊 你别跟我解释 你不动 你滚一边去 是不是 跟我没关系啊 你和王美丽的事 你别跑跑 行 行 我就跟你们说开了吧 我这蛋糕啊 看见没 不是给王美丽买的 那是给谁买的 但是这个蛋糕里边 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有个感人的故事 赵刚子 我告诉你啊 你讲故事可以 你这故事里不能有我啊 有这么一对夫妻 两个人共同创业 我们说这事 是不怎样那样 这是邀请的 第四个人 都不是跟他们一对手 我们无法取消费 我们即将脖子 但我来有什么 这故事 这是我贡献的 我贡献的 来自行 你这可举然 消费 都是 很不容易 那么 你们 问个人 我们 我贡献 你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稳定 所以她说了一次真话 她老婆都不太相信她 那你说这两口子是咋过这些年呢 是 二米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高级了 因为这个老板的身后 有一个忠厚善良的大爷 等会儿 咋还有个大爷呢 滚一边去 这里边没你是不是 没我事 这个老板 每次惹了祸了 就给他大爷挖坑 一年365天 他天天挖坑 他这个大爷 就忠厚老实地往里跳 跳啊 跳啊 一年365天 天天跳 发挥一直非常的稳定 解放邻居们记住了 你要想成功 身后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大爷 听见没 大姐夫 光有大爷了 哪敢人呢 累点马上就来了 当这个老板 把这个蛋糕 亲手送 来看看 还能购买 人家 在这儿 有没有人 我们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你怎么不跟二姐说呢 这多亏有你二姐夫了 这样 我和你二姐夫啊 代表咱们公司的全体员工 祝你生日快乐 单单啊 我代表物业全体人员 祝你生日快乐 单单啊 我代表物业家属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代表咖啥当店 祝你生日快乐 哈哈哈 抽了 抽了 谢谢大家 我为何而努力工作呢 太难了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